大家好我是Ben 歡迎來到SuperModel A頻道 今天呢 在我身上這台車 我相信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三洋車款 美蘭車款的時候 我們看過他們兩台重要主力車款 一台DRG2已經發了 再來就是在我身旁 為什麼期待呢 他是在同級車裡面 唯一採用固鎖式引擎 那固鎖式的引擎的方式 就是比如說像TMA 也或者他們家TL 然後也或者是在光陽的AK50 都是採用這樣形式 他會有效的減少黃夏的重量 讓他後面的白幣 可以像是檔車一樣 得到最佳的回饋 那究竟呢 這台車除此之外呢 他還有哪些科技的配備呢 快跟我進去看下去吧 開始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外觀 雖然米蘭車展 那時候有帶大家看過 但是這一次算是真實的樣貌 然後呢 他總共有兩個顏色 一個白色 那個白色呢 基本上也用上他們家 現在最流行的一個變色龍烤鎖 等於變色龍烤鎖 在他們家是發揮的最靈異極致 戴上我身旁的蛇 是一個有點金蔥的霧黑版本 這兩個顏色呢 相較起劍齒虎這個題材 我覺得他好像走的比較斯文一點 現在看起來他對於都會的那種 不論白的優雅或黑的沉穩 我覺得在都會其實都非常非常的適合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細節部分喔 當然這次他想強調就是劍齒虎的外觀 所以在他點亮燈最明顯就是他下面有一個虎牙的燈倒 那這個燈倒呢 在暗光底下 像我們看他的官方影片 他在暗光底下那個燈倒就是非常明顯 所以在頭燈如果大家夜晚看頭燈 你就可以認出是這台車 然後他整個車頭的宇惠呢 則是兩個橫向式的大燈 然後車頭拉的比較寬 那我覺得坦白說 他們會有一點點讓我覺得 好像有HONDA的ADV的影子 那也或許他們對於這種多功能大羊的宇惠 設計宇惠就是覺得這樣子的調性 是比較俐落又比較有這種熱血的感覺 我們往上看呢 這個我覺得越野車應該說多功能車 大家最需要多功能的羊 最需要的上下可調風景 然後他是一個手拉死的 那他的緊度呢其實是有一點緊度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擔心被風吹了 可能有些晃動 可能就不需要太擔心了 那他上下可移的範圍 大概是92mm 大概9.2公分左右 我覺得啦 放下來之後是比較熱血的感覺 整個車頭變得比較俐落 那拉起來呢 他就可以有效的阻擋你封 胸口這邊不會有這種 被封勤擾的情況發生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側 車側他們也做出了很多不同的紋理 來呈現他們所謂的這個箭矢虎 你看這邊我覺得最明顯 這有一個虎的那種紋路啦 但是坦白說我覺得 這也是不是也有龍的紋路 是龍的意象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或龍或者是虎 他都是有一個翼片 或者是有一個毛的感覺 這個現在看起來是有傳承 他們毛的那種意象的感覺 那同時呢 他們又把這個仿生 跟一些俐落的線條做組合 你看這邊又是一個俐落的線條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現在的顏色 是走的比較斯文俐落 然後比較都會的感覺 但是他裡面藏了一些元素 就是有點仿生虎紋的感覺 所以有一種拼接的衝突感 而且你看看 在細節的部分 他的踏板 是不是 這是不是就是虎紋 建設護的護紋 然後來到這邊 他又有一點點壓紋 這個壓紋又有一點點 像是中國鱗片的一個小小的壓紋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一次不論是DRG2 也或者是他這台車 他們的元素的組合 都做得非常的大膽 然後都有一種拼貼去組合的感覺 再來來到椅墊的部分 椅墊的這個弧線 坦白說我自己講 我就覺得他好像跟他的鱗片 跟他的俐落 有一點又不太一樣的組合了 那我會如果我自己看 我會希望他的椅墊 做得比較單一一點就好 他在這邊做出了一個斜面 然後有一個這樣子圓形的元素 有點像真的女生 那個細肩帶的感覺 所以如果我自己 我會希望他的椅墊 就是很單一 不要做太多太花俏的設計 或者是他的切線就俐落一點 跟他本來這種 有點都會風格俐落的感覺 就組合在一起 現在這個圓弧的感覺 也好像有點跟車子的整個設計 會沒有搭上的感受 好再來看看車尾的部分 他的排行管 則是做得非常的斜俏的感覺 然後車尾則是做得 非常俐落 那呼應前面的虎紋 他在車尾的車燈 則是往上有一個 這個往上兩個角的感覺 所以好像一個道的虎紋的感受 那整個車尾是做一個收束 所以車尾看起來也非常的小巧 而且你從車側看 他這個後輪的部分 是基本上已經突出他的車屁股 所以至少從車的側面看過來 他傳達出濃濃的越野的感覺 而且你細細的看 對非常多的紋路 非常多的紋路 所以這也如同最近我覺得山楊 他們在整個操作手錄上面 在壓紋部分做得給好給滿 然後創造出那種 細膩的感受的一個設計方式 接著我們帶大家來實坐這台車 然後我們直接把他推下來 他的座高則是790mm 你可以看到我身高180 但是因為他的車廂底下 為了爭取空間 他把大腿頂開的感覺是蠻明顯 所以你看我大概牽腳掌可以下去 然後後腳跟會有點懸浮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認為 因為他車重其實也不算輕 大概210多公斤重 你170公分以下 可能就會稍微辛苦一點 要移車或者是要牽車的時候 就會覺得你的腳可能有點墊 有點不舒服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他們在整個移墊的部分 也已經盡量消保了 那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做這麼高呢 主要問題是因為 他是一台多功能的速可達 所以他要強調就是他的越野突破能力 他的離地高要抓得高一點 他們標榜他們的離地高 則是擁有16公分的離地高 所以無論你在越野的情況下 或者在人行道下來 這個高度16公分都非常非常的安全 再來他則是一個典型 非常寬大的一個寬的手把 越野車的手把 創造出一個非常極致的一個自由感 另外他的整個尺碼 也我覺得比較貼近 歐洲人可能會適合的 你看以我身高180 我斜踩前面 我的膝蓋幾乎是有點打直的情況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不越野 你是高架騎乘 那我覺得這個騎直其實是非常舒服的 腳踏空間其實他也做的蠻大的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往前踩一點 也或者是往後墊一點夾住車身 整個騎士的空間則是非常適合越野騎乘 再來這手把上面4顆螺絲 你也可以透過鬆掉手把之後 轉到比較適合你的角度 如果個子比較矮的人 就可以把他往騎士轉一點 然後如果你要常常站起來騎乘 越野騎乘的話 我就建議你可以把手把往前往上轉一點 你就比較好採用這種越野騎乘的姿勢 另外他這馬鞍造型做的 他可能真的是為了個子比較小 所以他削的很低 但是我個人覺得 削完之後這個臀型 其實還做起來蠻舒服的 你整個人好像陷進去之後 整個臀型被整個椅墊給包圍住的感覺 我們來細看一下他的手把設置 前面則是一個多色的高對比的LCD 然後上面有一個小屋簷 基本上跟SATV這樣子的設定都蠻雷同的 再來中央的部分是採用Keyless的系統 比較好就是他不用過去的 大家講的瓦斯開關一樣那麼讓人覺得模糊了 開就在中間 就按了就可以啟動 然後左邊是移電開關 然後右邊是加油孔的開關 再來中央的部分 他還留了一個USB-A的一個USB充電孔 我覺得比較可惜啦 因為現在大家進到新時代 大部分大家都想要USB-C的 所以當然A可能還是有人在用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越車 通常多工人車你都要關閉你的TCS 在土路你才可以讓他後輪大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儀表這邊有些設定鍵 右下角這顆鍵按了 則是你可以切換 你看他這邊TCS他是OFF 你可以把它選擇開啟或關閉 然後在下面他還有一些 比如說電壓顯示 因為現在很多這種玩樂型的車款 大家不會天天都騎 所以電壓顯示就可以很快速的檢視 你到底車輛現在的電壓狀況如何 當然最重要這種多工人車 就是TCS是可以關閉的 那這就非常的加分了 我們看一下他的置物表現 我這邊先提到 這個多工人車比較殘酷 就是你看他前面都浪給了 這個比較粗壯的顯差 所以他前面並沒有任何置物空間 所以如果你要塞模布 塞手套 可能就會殘念會比較可惜 可能你自己外掛一些配件 來達成這樣的訴求 那就依賴這個座椅底下空間 那還好這個座椅底下空間 他們爭取的還不錯 看起來雖然沒有很長 但是他深度做的很深 他們官方說這個深度 有達到32公升 那如果以安全帽來說 大概就是X15 然後他XXL的尺寸 他可以完整的末路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帶 我們就用手比給大家看 其實他深度真的真的非常的深 他裡面剛好有鑰匙 我們來帶大家看 這次他的鑰匙 我覺得也做的蠻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一個Keyless系統 所以其實這也是小小的點綴 蠻加分的 而且我覺得雖然他是劍尺虎啦 他這個其實設計的還是蠻度會的 不只只是感應 他還可以直接遙控開車廂 這是蠻方便的 而且車廂是直接彈開式的 我們剛剛講的都只是潛在意 關鍵就是這台車 他的引擎 還有他的科技配置到底是如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一顆引擎 跟這個車架 他們標榜都是完全全新打造 所以你要找過去的一些車架 當參考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一次在這台車上面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 那這顆引擎 則是一顆單缸的399cc 而且他是搭載他們家自適應的引擎 叫AAE 這個我們等下再來跟大家分享 他的最大馬力的 這是壓榨到35匹 最大能力則是3.8公斤米 這顆引擎 他們有一個雙機油泵的設計 那基本上他就是 對應不同的崎嶇路面 讓你的機油可以順利的 打到整顆引擎來進行潤化 然後再來他有一個雙平衡軸的技術 通常我們知道大單缸 他振動會比較大 所以他有效的 讓大單缸的整個振動跟慣性 消滅到最佳的頻率 那這個之後我們試乘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在水道的部分 他們也有一個大回路跟小回路 那現在很多車都有 但是他有效的 可以讓你低速暖車比較快 然後在高速的時候 散熱效果也比較優異 再來就是他們自己 自家的可編氣門VVS的技術 他們標榜這個可編氣門進去之後 而且他會判斷除了轉速之外 對一些比如說引擎的溫度 以及引擎的負載池來進行切換 讓他的介入時間 也不像我們過去知道 很多VVS那種介入是很死硬的 它是更加的順暢 更加的多變的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在低轉的扭力會多7% 在高轉的部分 他也可以延伸性多了11% 所以也就是說 雖然這是一顆單缸的引擎 通常我們知道單缸引擎 就是要顧扭力就沒有高轉 要顧高轉就沒有低轉的扭力 他現在就可以兼顧 低轉到高轉 都有一個平原式的動力 那之後試乘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他的動力表現如何 再來講到車架以及懸吊的部分 他們這次完整重新打造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 他直接用上了41星的倒立式前叉 成為前面的一個支撐 讓你可以得到更加的路感回饋 當然我覺得最厲害 也只是他的搖臂的部分 他們這一次也特別強調 這組搖臂 因為這是他們家標榜 同級車唯一的顧鎖式引擎 所以你看這搖臂 坦白說就外觀 我們先不講任何規格 他看起來就非常漂亮 有點像是KTM的 一些車種的這種鏤空式搖臂 他的外觀不只好看 他們這邊還強調 如果跟TL比較 他的長搖臂的部分 增加了92mm 9.2公分 其實這是非常多的 但是因為他這樣鏤空的關係 即使他加長了 他的重量也跟TL一樣 保持7公斤之重的一個搖臂 所以我覺得在偷輕的部分 真的為他們大大加分 那我這邊特別聊一下 為什麼搖臂要加長 其實如果你在追溯 我記得我那一年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標榜搖臂加長 因為搖臂加長之後 他的整個後輪的上下擺動 跟避震器之間的放大力會做改變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後搖臂所帶來車尾的穩定性 以及懸吊面對不同土路的回饋 跟適應性都會放大到最大 所以對於這種越野車 或東光燈車 其實長的搖臂就會非常的加分 再來我們往內看 他則是一個中支六連桿的 單槍避震器 所以這些結合起來 我相信他在整個動態的騎震表現 應該會讓人蠻令人期待 而且他因為換上了 顧鎖式引擎的關係 所以他解放了黃下重量之外 他也把傳動的距離 可以有效的縮到最短 像TL 像AK 像TMA 都是這樣設計 然後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的離合器片 就採用像檔式那樣子 多片式的濕式離合器 所以整體就比起過去 我們那種晚工 那種離合新式的離合器 我覺得整個抓付性 都會達到一個新的標準 另外補充一個點 我們剛剛特別講到的這個騎片 其實他是CVT的一個進氣口 那他們這次也標榜車頭進氣 這邊進氣之外排氣管拉的很高 他整體的涉水能力 即使到這邊 水位到這邊 他都可以輕鬆的突破 這也是他們強調 這台車的可玩性的一個特點 最後這台車他們開出來的 官方售價則是278000元 然後他們現在有一個首購 又會在8月30號以前 有一個3萬塊的購車補助金之外 還有30期的零利率 所以扣完大概248000元 如果我們要對比市面上 比較近的競爭對手 那種比如說像HONDA的ADP350 那我記得ADP350 你現在好像是25萬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這台車 然後你又希望 他用一個很甜的價格購入 那我個人認為 你就要搶先在第一波的時候去訂購 就有這3萬塊的優惠 會比較划算 再來如果我們真的要探討說 跟HONDA的ADP 不論是ADP350 也或者是SADP做比較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台車 他有點像是塞在這兩個產品 中間的一個產品 現在我們撇開品牌情緒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剛好卡在 ADP350以及SADP的中間的位置 但是他又比起ADP350 多了蠻多的配備 那以我們兩台車都試過的體驗來說 現在我看起來 這台車的規格在重量的部分 210幾公斤 他已經多ADP350 大概有將近30公斤 我覺得這是會比較有感的一個感覺 但是他得到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這台離地高 或者是他後面的搖臂的部分 做了完全顧鎖式引擎 完全不同的設計 這些東西可能都讓他的層級 被往上拉伸了 再來動力的部分 ADP350是28.9 那這台則是來到35匹 所以也是有感的提升 當然如果品牌性加進來之後 我覺得大家就要綜合考量 到底這樣的需求 你會怎麼樣做選擇 我相信他們也精算過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要買到國產車 山羊這個品牌 那或許你攤的就是 他擁有在同等級裡面 給你更好的配備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 這次山羊所發表的 ADXTG劍持斧做的一個介紹 那之後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試駕 再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這台車 在對應公路 對應土路騎乘的感覺 究竟如何 那喜歡瞭解 記得鎖定我們 SuperMotoAir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